这是一部我近期看过的最吓人的恐怖片 电影的名字叫《吸血粘土》 里面有很多让人看完不敢睡觉的话 胆小的朋友快爱特你的愿重朋友一起来看 正片开始 一位美术老师搬到乡下 开了一间粘土雕塑训练班 他到院子里挖材料 这时山里发生了小地震 土里露出一个东西 老师挖开来看 发现是一个铁箱子 里面有一袋泥沙 刚好缺土 老师就把他随手放在了门口 开班后城里学生小美也来上课 但同学们对她的态度都很冷淡 小美发现自己的粘土被用光了 加上在旁边看到了那袋泥沙 就直接拿来用了 她不知道这袋泥沙是有生命的 小美给它喷水然后活泥 把它变成粘土 当小美开始捏作品时 感觉这袋泥的手感和之前用过的都不一样 恍惚间小美看到桌上的粘土动了一下 但仔细看去时有什么都没有 她还以为是自己眼花 晚上粘土复活了 伸出触脚拿走了桌上的刀片 第二天小美在捏土时 手指不小心被划伤 一看发现里面竟然有个刀片 她以为是被极度的同学报复 但对此没有吱声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流血的手指摩擦粘土时 鲜血瞬间被她吸收 可惜小美还没有察觉到不对劲 这时屋外一位神秘男子出现 她在周围没找到那袋泥沙 神情顿时紧张不安起来 震惊之余意识到这里可能要发生灾难 教室里学生们都按老师要求 做了自己的人像雕塑 只有小美得到了夸奖 其他人都被训斥贬低了一番 晚上黏土再次搞事情 她盯上了活泼乱跳的仓鼠 像这个可爱的小动物伸出了她的魔爪 仓鼠出镜不到一分钟就快速领了盒饭 第二天同学们对此表示默爱 更奇怪的是 小美发现自己的雕塑作品被毁坏了一部分 嘴巴那里少了很大一块 小美赶紧把它复原了 作品总算又恢复了原样 但接下来还会有更可怕的事发生 这是一家诡异的雕塑培训班 指引里面藏着一块有生命的泥巴 学生小丽的手指不小心被钉子划伤 流出鲜血 这时人像雕塑的耳朵掉了下来 小丽用手给她重新安好 血沾到了耳朵上 竟瞬间被黏土吸收 突然黏土张开嘴咬住了她的手 小丽奋力挣脱但怎么也甩不掉 这时黏土里钻出一只泥巴老鼠 接着就爬进了小丽的衣服里 顺着身子最后钻进了她嘴里 小丽在地上苦苦挣扎 终于挣脱束缚一把扯下老鼠 把它扔了出去 小丽的手上仍粘着黏土 她用刀狠狠扎向这头怪物 但却无济于事 小丽灵机一动打开了燃气灶 把黏土放在火上烧 这下她终于松嘴了 小丽摆脱束缚后 准备打电话求救 谁知她的手指按向屏幕式 竟然变软了 就像黏土一样 之后她的两只手真的变成了黏土 并粘在了一起 任她怎么使劲也无法分开 小丽把手臂往桌脚上撞 结果导致整个手臂脱落 喷出泥色的浑水 最后那只黏土手臂变成了大鲸鱼 张开雪盆大口吞掉了小丽的头 直到慢慢把它整个人都包裹进去 第二天大家都不知道小丽去哪了 其实她就在黏土里面 但却无法呼救 短发妹出来准备抽根滑子 小丽却出现了 二话不说用刀划伤了短发的手掌 然后用嘴疯狂吸她的血 短发拼命抵抗 意识静静扯下了小丽的一块头皮 接着自己的手也变成了黏糊糊的湿泥土 最后小丽把短发妹压在身下 一点点吃掉了她整个人 几分钟后短发又出现在院子 只是她走路的姿势有点僵硬 她慢慢靠近老师举起刀 却被开门的男同学阿伟打断计划 待阿伟一个人在房间里吃饭时 短发走过来一刀砍伤了她 之后俯身想要吸她的血 阿伟看到短发的脸破裂 露出里面小丽的脸庞 下一秒脸继续撕裂 露出里面黏土的真面目 阿伟的身体被占领 拿着刀要去杀女同学 女生逃进房间关门 瞬间炸断了阿伟的手 但下一秒断手里就伸出黏土触脚 抓住了女生的脚 女生吓坏了 用脚使劲踩扁了地上的黏土 男人正在追杀女同学 这时一个饭盒扔过来 砸在了她的脸上 不料脸瞬间变形 像刚用黏土捏完的破烂人偶一样 几分钟前被黏土上身的阿伟 手里拿着一把三脚尺 就要杀了女同学 女生奋力抵抗 死死抓住这个尖锐的力气 在强大求生欲的作用下 女生成功反杀 三脚尺插进了阿伟的脸上 但她现在已经变成黏土 这点伤害对她来说影响不大 继续朝女生扑过去 好在老师及时赶了过来 不料脸上被阿伟划出一道伤口 鲜血对这个怪物有着致命吸引力 阿伟立马转移火力攻击起老师来 老师拼命推开她 让她连连后退撞到了后面的东西上 阿伟的头掉下滚到了地上 吓得女生发出杀猪般的尖叫 黏土再次无限生长 伸出了可怕的触角 老师学生合力将她压在了木板下 没想到顽强的黏土依然能从缝隙里钻出来 女生便像打地鼠一样不停地痛击这些泥巴 这时黏土怪从他们背后钻出来 就在危机一刻 一块木板飞来插进了她嘴里 原来是那位帽子男出现解救了他们 她拿出烤火器对准怪物 待她便硬后一脚踩碎 这就是对付她的有效办法 帽子男对他们说出真相 原来这里以前是一位雕塑家的工作室 但这位艺术家脾气古怪 和很多人交恶 作品也卖不出去 直到她遇到了老同学 同学答应帮她卖作品 从此艺术家就开始疯狂地做雕塑 同时因为她住在非法化工厂附近 她的皮肤并持续恶化 艺术家用自己的血柔静年涂 做出了最后一件作品 结果不久却得知同学吞了她的钱还债 艺术家怒火冲天和同学大打了一架 途中同学失手杀死了她 之后便把她和作品一起粉碎变成了泥沙 就是开头老师挖到的那一袋泥沙 怪物重新被碾成泥沙埋起来 众人的生活恢复平静 只是他们不会想到 黏土怪是死不了的 只要有人经过那片土地 就会变成黏在土里的死尸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要爱护环境 否则会得皮肤病